Hello,大家好,我是房花花,花花住在温哥华 今天我要带大家第一时间来欣赏一个由著名开发商意大利背景的Bosa Properties 这是我们温哥华人民非常知晓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开发商 他即将为我们带来的一个位于Metrotown的一个全新的项目叫Soul House 里面有很多的feature,我们一起去看吧 好,话不多说,我们先不看它的这个模型了 我们先不介绍基本信息 我先带大家来看它一个特别大的亮点 就是在本阿比市第一个全封闭式的阳台的楼盘就在Soul House了 我给大家快快地演示一下 非常的方便,非常简单操作 而且玻璃品质非常的优良 好,而且很容易来打开并且进行操作 就是这样一片片的这样推拉 然后到这儿,回来 然后并且再来 就是到底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这样轻松的打开了 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就可以把整一片的,如果你想要享受清风的吹拂的话 你就把全部的玻璃都打开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很好的独立的空间的话,就把它全部关上 非常简单的操作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呢 而且呢,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就是把我们室内的空间延展到了户外 而且我们户外的阳台呢,也都是可以百分之百的很好的利用了 那并且呢,在这个阳台呢 它的地板呢,都已经由开发商精心的为大家铺好了 这个porcelain tile 就是全部都是地砖了 而且这个地砖的侧边呢 还有下水,排水的地方 并且呢,在ceiling的上方呢 你是有这个option 可以请开发商帮你提前预加好这个heater的 就是可以有加热的地方 所以呢,你不管春夏秋冬的时候 这个阳台就是你非常实用 而且可以尽情享受无限风景的一个空间 我们旁边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惊艳的美女啊 她叫Vicky 她是我们Soul House的非常漂亮 而且有经验的销售 我们非常有幸邀请Vicky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Soul House的一些细节 那Vicky啊,你好 你好,你好,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在Burnerby的项目 对,那我就刚刚迫不及待想要问Vicky 我说这个楼怎么看起来这么气派啊 就是特别的闪亮 而且呢,就是感觉 不知道,就是好像一个玻璃房一样 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像你刚刚跟大家看过的就是它有那个可封闭性的露台 那刚刚你都跟大家看过了,那我们就不多说 我跟大家说一下它整体的项目是什么样子的 太好了,太好了 它一共呢是50层楼的就是Project 大概是2028年年底会交楼 是一共有50层楼这么高哈 那里面有多少个单位哈? 一共有411个单位 那从Studio到1房2房3房大户型的都有 那我们要是看这一边呢 1到5楼就是Rental 6楼呢就是我们的设施 那等一下跟大家可以讲解一下 设施哈? 对,7到48楼呢就是我们Typical的户型 就是Studio啊什么的都有 48、49呢就是我们的大户型 那就是Penhouse这样子 所以是我再重复一下 是从7楼开始是住宅单位对吧 然后7楼到48层就是非常典型的所有的这些户型都有 那满足你各种需求啊 投资也好你自住也好或者是小家庭居住 也都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48楼以上就是属于Penhouse系列了 对不对? 我们叫Estate Collection 它就是大户型6户一层这样子 然后50呢就是有我们4个Penhouse 那现在呢还没有资料 之后呢会跟大家分享 对,我会第一时间 绑花花会跟大家讲的啊 谢谢Vicky的介绍啊 让我们对这个大楼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Vicky我觉得这个楼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亮点 是它的Amenities 就是它的这些配套设施对吗 是的,是的 我们一楼跟五楼都有我们的设施 那一楼有什么呢 当然就是很漂亮的大堂 还有呢很多人就是在家办公 Work from home space Work from home 就是现在是绝对迎合我们现在的趋势 对不对? 然后五楼也是室内的部分 有什么样的一些配套呢? 我们五楼的配套呢就是想到说 你回到家之后可以放轻松 所以呢我们的主题是Wellness 那我们会有那个冷热泡水池 室内的冷热泡水池 对,对 然后呢你可以用桑拿跟蒸汽房 桑拿蒸汽 对 健身房也是室内 对不对 就是可以让你就是重新增加你的能量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就算是室内呢 都是有落地玻璃的 对不对? 然后所以它的采光视觉感会特别的舒服 真的 对吗? 然后室外户外的部分 我看到户外这边呢也是很多的一些项目 户外有什么东西呢? 天气好的时候呢你可以来这边有BBQ 可以跟你的朋友在这边聚会乐融融 当然也有一些迷你的高尔夫球 那你可以跟朋友一起 推干 对 是的,可以在这边玩 在家里已经推干了 对,那这些呢就是你户外的设施 天气好的时候来这边可以去用 对,还有我看到好像还有这个lounge的部分 对,你可以做完BBQ之后呢 拿到另外一边去跟你的朋友一起去聚餐也是可以的 对,就是说你室内室外都可以非常好的 与朋友相聚 欢聚 还有一个很好开party的地方 对 今天呢刚好Vicky 我们这么有幸把Vicky请到这边来 我们一定要请Vicky呢跟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让我们更加多的了解这个温哥华非常有名的 Bosa Property的开发商的背景 对 还有它的一些历史 还有它的一些业绩啊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我上网看到很多人说Bosa是地产界的爱马仕 对,对对对,我有听过 我有听过这个说法 对,那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发展商呢很注重Quality 看到Bosa的项目大家就会联想到就是它质量是非常好的 是 那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我们是从建商起家就是Single House 慢慢一点点建到我们第一个水泥的tower 到今天变成发展商我们所有东西都是in-house的意思是说 那我们是从买地到规划然后到真的是建造销售到最后给你的钥匙呢都是我们自己团队的 所以质量呢都是非常好的 对 因为我们可以control的到 对,因为我觉得Vicky说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它的建筑团队也是Bosa Property自己的团队 那像Bosa Property它全部都是一手来自己操办的话 它就完全可以掌控得了所有的步骤啊时间啊还有品质 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买家来说是特别特别注意跟关注的地方 那其实如果呢你是一个Bosa的粉丝呢Bosa这几年未来这几年呢在Bernaby呢 其实也不会再开发新的项目呢所以未来这几年想要有一个新的Bosa的房子呢这个就是机会了 对,那真的是太难得了那未来几年的话都不会再有Bosa的项目在Bernaby 在Bernaby这么好的一个中心位置再来新建这么棒的巨座的话 那这次的Soul House你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赶快来找房花花 那我们刚刚非常感谢Vicky美女为我们讲解了这个Soul House的基本信息 那我们来看一下Soul House的位置 它的位置呢是在6035 Wilson Avenue 那6035 Wilson Avenue这一条街呢就是Kingsway 那这个黑色的小蝶蝶呢就是Patterson的天车站 从我们的这个Soul House到Patterson天车站呢 步行只需要两分钟的路程 那紧接着呢我们看到旁边这个大片的绿色的部分呢 就是温哥华著名的中央公园Central Park 就在我们的房子的旁边 等于是你的房子的后花园大型的绿色啊 随时可以进到Central Park里面进行一些运动啊 或者是走走路啊非常的舒服 然后呢紧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一边的地图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Metrotown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这里了 非常的便利 你只要走路过来的话呢也是开车只要三分钟了 走路我觉得走个10分钟到12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 B.C.省最大的购物中心Metrotown 那现在呢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show home 它有两个色版的show home 我们看一下这个深色系的啊非常有质感的 这个是一个两房两位850尺的这样的一个房间 那它的阳台的面积高达了262尺 所以它一共的生活空间呢是1112尺 非常不错的一个plan 然后在这个户型里面等一下我会在屏幕上面给大家放这个户型图 我们边走边看 那进门的区域呢这里就是有一个小的空间 它是可以放一些操作的地方 那进门的左手边呢是第二个洗手间 第二个洗手间我给大家呢大体的介绍一下哈 那这里面有比较多的这个medicine cabinets 那后面是一面很大的镜子 那这一边呢就是有两个非常漂亮的 而且很大空间的一个储藏区域哈 然后在我的身后呢就是shower跟你泡澡 合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shower tub 那这个是这个两房户型的第二个房间 那第二个房间呢大开发商是这次采用了比较独特的这样的方式哈 就是衣橱呢帮你放在了床的两边 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是说单独的这样的我们平时这种拉门的衣橱了 所以这个idea呢也是不错 之前我们在不同的开发商的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有看过这样的design 确实比较practical 而且呢比较减少你外面占用你的房间的空间 所以比较好的可以利用起来 那开发商为大家设定好的这个床的尺寸呢 就是大家可以摆放queen size的床 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两房单位的厨房部分了 它的厨房真的让我耳目一新哈特别的漂亮 那它的整个这个倒台呢它是直接跟所有的厨房是连接在一起的 是一个U型的 那并且呢开发商特别聪明的就是让你在整个户型里面不需要另外再买餐桌了 它已经帮你把你的餐桌呢已经特别高品质的帮你准备好了 那么他们所用的这个石头呢是叫Decton的这种石头 那这种石头呢是天然石头 但是呢它的这个隔热性还有防止污渍啊 就是有一些有色的比方酱油啊 或者是一些有颜色的一些调料呢 低落在上面它不会留下痕迹的 而且又很美观 那并且呢它的这个石头的台面采用了瀑布 也就是Waterfall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上面跟侧面都包起来了 那这种呢就增加了你的这个厨房的质感 还有提升了你整个家的品质 过一下它的这些appliances啊 这一次呢Bossa采用的都是Bosch的 这个两房单位是30寸的这个appliances 那包括里面有这个Bosch的洗碗机 以及很多的橱柜啊 上下都是非常多的储存空间 那这边呢是30寸5个炉头的Bosch的这个炉灶 天然气的炉灶 这个呢天然气呢通常是包含在管理费里面的 这个呢是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煮饭啊 还有这个烹饪的习惯 好这是一个绝对的加分箱 那以及30寸的这个抽油烟机 还有底下的30寸的Bosch的这个open 看完这一边之后呢 这一边都是大家的标配嘛 那基本上就是说大家采用的材质啊不同啊 品牌不同啊 但是我身后的这个部分是特别特别别具一格独树一致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厨房我们有窗户 那这个窗户打开来呢外面就是你的阳台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所谓的名厨 就是说有窗户的厨房 这个在公寓里面 特别在现代的公寓里面是非常罕见的啦 而且呢窗户非常的大 你的采光性又好 那又可以透气 并且下方呢还有柜子 那这一次呢Bosch property真的是更加的用心哈 就是一如既往的用心 为大家考量到了非常多的细节 包括了大面积的采光哈 就是所有的落地玻璃 包括厨房以及更多的储存空间 我们看完厨房部分呢 我们来到我们的living room 就是客厅区域 那客厅区域呢 特别舒适的地方一定要提到的就是 这一次Soul House呢 它的这个公寓的室内的层高 就是sealing height呢 是9尺高的 那除了这个厨房部分 会有部分的drop ceiling 是因为我们有了冷气暖气的这个管线 从这个出风口可以出来之外呢 其他的部分呢都是9尺的sealing 那客厅部分呢也是非常的方正四方 并且再加上它的这个落地玻璃呢 是增加了你的室内空间感 来到了这个两房户型的主人房 master bedroom 这个master bedroom呢 现在摆放的是个queen size 那queen size的床呢 是绝对可以放得下的 这个房间呢有个特别大的亮点 就是我一定要point out 就是它的这个玻璃面的 非常高档玻璃面的这个closet 那它的这个玻璃呢是非常有质感的 那拉开这个门之后呢 那我们看到里面呢是很漂亮的一个organizer 这个部分呢应该是可以考虑跟开发商这边去做这个upgrade option的 那我们看完主人房的睡房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主人房的洗手间的部分 它的setup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cabinet medicine cabinets 有很多的储物空间 然后同样的下方呢也是有两个很大的抽屉 可以摆放毛巾啊一些小的物件 那并且呢在这个主人房里面呢 他们采用的是这种stand up的shower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关注 如果你对bosa properties 这个即将开盘 位于metrotown中心地段 以及首次拥有全封闭式阳台的这个大型楼盘soulhouse 有任何的兴趣或者是问题的话呢 及时与房花花联系吧 我是房花花花花花住在温哥华 我会带你继续了解体验温哥华地产生活 以及最新优质楼盘的方方面面